今年是六四26周年 在九金山的一场六四纪念活动上面 一位当年六四事件的幸存者 透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与语会者 讲述了自己和同学遭受坦克碾压的过程 他也成为继方证之后 第二个公开指证中共军队 用坦克血腥镇压的又一位证人 和我们业续的林安苏同学当时就是被坦克撞死 我是当时第一送到的 这就中间回来到学医院 和方正电话连线的人叫王宽宝 当时是原北京钢铁学院的研究生 中共坦克的碾压造成他骨盆粉碎 他的博士生同学林仁富当场被坦克撞死 当时他已经是博士毕业了 已经拿到去日本留学的签证了 他太太当时已经怀孕了 他当时出世了以后 他太太在这个单位跟这个家人的压力加深 怎么说就是很有点太正常了 刚怀孕了不久的小孩就打掉了 所以说他的情况是很快 根据当年的目击者口述和录像资料记载 1989年6月3号夜间到6月4号凌晨 数以千计全副武装的中共士兵 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 以执行戒严令为名 从多个方向冲向天安门 并沿途开枪打死数以千计的民众 北京军区天津紧闭区坦克第一次的几辆坦克就从学生队伍后面追压上来 所以很多学生当时惊慌逃善 可是这个王宽宝跟林伦富那两位呢 他以为说靠在路边推着自行车轴不会有问题 这样就遭到了坦克的粘压 所以当场那个林伦富呢不是真的当场死亡 这个王宽宝呢是骨盆粉碎性的骨折 我们知道方正他是一个当时活的见证 他的出现他的证词彻底打破了中共的很多谎言 那么今天王宽宝愿意站出来 这是第二个坦克下的生存者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1995年王宽宝来到美国 现在从事电脑领域的工作 六四时留下的伤口让他先后做了十多次手术 至今没有痊愈 这次在六四26周年研讨会上发生 王宽宝成为季方镇之后 公开指证中共六四血腥镇压学生的又一位证人 新唐人记者马建林骁然旧金山湾区采访报道